高梅是帝 G-A-O-M-E 啊 高梅 這裡進氣旅客服中心 進氣旅客 停車場近來映入眼簾的就是洗手間 從這邊走出去就是景觀橋 驚喜的感覺 但是這個就是台灣大道的那些車站都是長平行的 這裡就是景觀橋 左手邊這邊就新增的 都堆砂堆的這麼嚴重 那個水鼻子啊 也長了不少了 那這一片裡面就是發電廠 這邊有很多那一個風力發電 這裡是風力發電 跟景觀橋 那我們現在看過去的那一棟就是 旅客服務中心 旅客服務中心 都是有空的啊 這景觀橋太大了 裝不進去 然後這邊就是那個 風力發電 以前有18支啊 現在剩下16支有倒了兩根 這裡是風力發電 這裡是風力發電 轉過來 就是那個高美濕地 高美濕地喔 以前是海水異常 因為被污染了之後 後來就荒廢了 現在因為有種了很多的那個雲林頑草 雲林關草 雲林頑草 跟大安水收益的層面 那現在那個大安水 雲林頑草很多 所以現在又變成一個 又加上台中縣政府的履歷 建設 那台中縣市合併以後 台中市政府接著建設以後 那現在這個景觀很漂亮 我們就從這邊走到那個木站道那邊 右邊是里克服務中心 看到說那座橋叫什麼 這邊轉過來 這邊轉過來 我們要往那個 木站道那邊轉 這就是雲林頑草 他不是 他不是野草 他是有名的雲林頑草 這是高美的一個特產 雲林頑草 大安水收益 現在都在私人的栽種的地方 現在這裡沒有大安水收益 這個夕陽漫漫啊 是後來才做出來的 裡面都是一些蒙古巴 可以來這裡住宿 步道 雲林頑草 對 現在是退草的時候 退草 這條水過去 這是 風力花墊 半數個涼田啊 如果大日天的 可以坐在涼田上賞夕陽 看來是 哨…哨… 機槍口啊 好… 以前這裡還是有海黃的啊 哇!這個白鹿絲也太大隻了 哇! 清蒸 拆放到7點 拆放時間12點20到6點19 夠了 哇!好久沒來 攀葉 這人滴滴的不可以下去 25到25萬 真的嗎? 稍微不可以下去 那又是不小心再幾疊下去了 所以縱滑還是人家比較會 會尊重 對 很恐怖 很恐怖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來啊 沒有人過頭髮就很冷 大家要放新鮮的空氣 很新習慣 對啊 我可以看夕陽 有很多招潮穴啊 它就只有一隻大腳 蛤? 一隻大...大腳啊 我邊走 對啊 你這個有望遠那麼彥嗎 對呀 你那個有望遠那麼的嚴嗎 對呀 你回來了 又回來了 哈哈 你應該會聽得懂 林林王朝增的比较少 林林韓國安城 這裏開始有水了 退潮 退到這裏 對啊 可能那邊下去 人家要來捉海 跑到這裏 人家都上來了 終於死了 走出來蠻人喔 應該有一公里 這裡可以下車 下車囉 說採採這個海水啊放電啦 放電 放電 我的臉不好看但是我的腳還要直透 你都不好看 不會啦 習慣就好了 但是怎樣 多年齁多年齁 繞一圈齁 怎麼看外 不是已經繞一圈了嗎 還沒有 看到夕陽這邊齁 我們後面是夕陽齁 我們後面是夕陽齁 明明是來到最外面了 海水應該還是鹹的吧 當然 到哪裡的海水都鹹的好不好 不是只有到這裡還是鹹的 從來沒有出來到這裡 從來沒有出來到這裡 四郎已經在釋了 好久沒有踩到海水了 哇 好遠喔 應該兩公里有了吧 應該兩公里有了吧 對啊 比較沒有兩公里 但是這隻是 但這裡的沙土都很嚴 那這沒關係啊 有些浪泡 沒有是浪泡 對我照顧一些 哇 夕陽怎麼還沒有 現在已經六點了 我們就往回走了 哇 大家都在拍夕陽耶 還忘記拿著箱頭 穿上來 嗯 這要拍夕陽 你說到這裡到映岸這裡的藏草 這樣嗎 對 對啊 我其實說這時候 這裡水比較濺 它還說沒有 但是感覺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 嗯 這裡在狡狡 還比它狡上去 對 顧美人來這裡做羽工 從這邊喔 昏左右 回程 看來要到右邊 當然要走右邊 多人 要下來 我們走回程度 走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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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今天的高美失地之旅 就 到這裡結束 拜拜 來 台灣最美的夕陽 台中市清水區高美地區為民眾票選大甲西十大景點之一 2016年獲獲日本支聯旅遊網站調查 獲得日本人海外旅遊最嚮往的國家請給 漂亮的夕陽 今天是2023年的中元節 明天今天晚上是颱風過境 所以今天的夕陽很漂亮 傳說夕陽漫漫 我們去參觀看看喔 這裡就是旅客服務中心 現在已經下班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夕陽漫漫 就是長這樣子 我都是一些帳篷龍骨包 滿漫漫的 夕陽漫漫的 櫃台吧 這個就是旅客服務中心 這個就是旅客服務中心 出去 從這邊出去 就是夕陽漫漫的 這邊可以看到景觀橋 景觀橋現在夕陽更漂亮喔 還可以爬那一個樓梯 我爬那一個樓梯到樓上去看夜景 有開放 不過現在已經下班了 我們從這裡走到停車場去 我們今天的里程 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的收看 再見 掰掰 再見